她是民国十大美女的蒋英 表弟金庸 表哥徐志摩 丈夫钱学森 父亲蒋百里 她28岁时 就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命运赋予她的不仅是美貌与才华 更有无尽的传奇人生 接下来 花姐讲讲蒋英的背后故事 1919年 蒋英出生于浙江海宁 父亲是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军夫 是同窗好友 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 钱学森是独生子 而蒋百里有五个女儿 成为五朵金花 钱家就恳请把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蒋英 过继给自己 于是四岁的小蒋英来到钱家 改名为钱学英 与钱学森以兄妹相称 两小无猜 后来由于蒋家思念女儿 又把蒋英给要了回去 后来蒋英跟随父亲游学欧洲各国 她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还擅长弹钢琴和古典吉他 在她18岁时 考入德国柏林音乐大学 24岁时 蒋英在瑞士的外国音乐年会上 获得女高音第一名 成为首次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亚洲人 在世界各国举办巡回演唱会 而她的干哥哥前学森 则考取了清华大学 后又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28岁时完成卡门前学森公式 成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两人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美国 逐渐断掉了联系 在1947年 蒋英在上海蓝星大戏院 举行归国后的第一次演唱会 28岁的蒋英 震惊了整个上海滩 就在这一年 钱学森也回国探亲 那时他已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教授 但是36岁还没成家 父母便托蒋英 给哥哥钱学森介绍对象 于是蒋英便为钱学森安排了一场相亲 没想到的是 钱学森对相亲的女孩子置之不理 却对自己青梅竹马的干妹妹蒋英 萌生情愫 钱学森形容蒋英 千万人终一回头 你就能看得出是他 蒋英气质优雅 歌喉动人 他那双弹奏钢琴的手 拨乱了钱学森的心弦 但钱学森毕竟是理工男 没有甜言蜜语 也不会制造浪漫 他翻来覆去 只有一句话 你跟我走吧 有人劝蒋英说 钱学森研究科学很忙 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你 未必会幸福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蒋英答应了钱学森的追求 六个星期之后 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后来 蒋英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 取消了所有的演唱计划 安心陪钱学森在美国进行科研事业 在1949年 新中国成立 他们打算回去报效祖国 但是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钱学森和蒋英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软禁 不允许踏出家门 正是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 蒋英叫钱学森 吹竹笛 弹吉他 夫妻二人患难与共 以音乐来排遣孤独与烦闷 在1955年的一天 蒋英冒着生命危险 躲过美国特务的监视 勇敢地 悄悄寄回一封给上海的密信 接到这封信之后 在多方帮助和盘旋之下 他们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为了防止特务的追杀 蒋英每次总是挡在丈夫的面前 他说 我能为钱学森做的 只有替他挡子弹了 国家可以少一个音乐家 但一定不能少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 钱学森回国时 他的论文和手稿全被美国扣留 但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和脑力 组建我国第一支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如果没有钱学森的归国 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坛 一星和载人航天 蒋英回国之后 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专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外知名的音乐人才 钱学森先生 晚年获了很多大奖 每次获奖的时候 他总是对蒋英说 钱归你 奖归我 在2009年 钱学森先生病逝 享年98岁 2012年 蒋英也离世 享年93岁 弥留之际 蒋英对着身边的儿女说 我该走了 你们不要悲伤 我要去那边陪你们的爸爸了 他在那边很孤单 家人们 为他们夫妻俩的传奇故事点赞